第49題,若要將兩圖中的電路連接為兩個電阻器並聯的電路 採取下列哪個步驟即可完成 我們曉得如果要並聯的話,就是在這邊要去接個我們的100Ω 所以就表示我們的T要接到Q 然後U要接到R 那因為我們電阻器並沒有正負的分別 所以我們也可以是T接到R 然後我們的U接到Q也可以 所以第49題問我們說 採取下列哪個步驟即可完成 我們答案選的是 將T連接Q U連接R